為什麼叫東冰淚呢 不要 遲到囉 不是 就是 怎麼遲到這個字眼 對… 要管理好時間 對 OK 好 犀利 我趁這個機會回答 因為真的很多酸民一直說 亞洲王是我自己取的 是 根本不是我自己取的 誰會那麼無聊 所以 欸 你知道誰 亞洲王啦 有病是不是 我只是一個 愛跳舞的男生 比較像是 我不是 亞洲我王 那不是不要插嘴 讓我講嗎 好 不要再說我自己取的 我自己取的只有叫小豬 來宣傳這樣 對 有新歌跟演唱會 對 這次發行了一個新的單曲 對 在7月4號全面上架 叫東冰淚 東冰 舞曲 一定是舞曲 因為上一首是名史金牌 是抒情歌 然後這次要換成舞曲 為什麼叫東冰淚呢 不要遲到囉 就是 怎麼遲到這個字眼 對… 要管理好時間 對 OK 好 但因為那個 你已經很久沒有來到 完全娛樂 其實我們今天有準備一些 比較 比較棒的一些東西 為你量身打造 所以我剛剛先自嘲了自己 好嗎 進行的是西律記者會 歡迎來到西律記者會的現場 好 非常的隆重 這邊呢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因為小豬有亞洲舞王的美好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有打算要跳舞 跳到幾歲嗎 因為覺得自己現在體力還行嗎 因為畢竟也 是 快45了 怎麼了 也是 怎麼了嗎 對 就是體力部分還OK嗎 比方說因為我以前跟 成龍大哥拍戲 之前兩個年前 三年 四年前 然後我說大哥你這樣都不會累嗎 他說他但要繼續打 因為他是舞打明星出身的 是 那我們是以唱跳歌手出身 所以你看 我前面還有郭富城 杜德偉先生 他們都還在跳 我有什麼理由說我不能跳 所以你有可能就一路跳到八十歲 我待會兒結束錄影 我還是用跳進去啊 為什麼 你都說了 你都說了 我們沒有拍喔 好敬業 回來了 他真的沒有要回來了 嚇死我了 就終於跳走了啊 好有活力啊 你這麼想一半就走了 好投入喔 你看有沒有看到我的速度 有 我覺得速度還行 速度可以吧 想下班嘛 是不是還可以 超快 一定可以的 放心 體力真的太厲害 放心 但他還是滿好奇的就是 有沒有真的自己在演出 因為現在還在唱跳嘛 有沒有發現自己好像真的有 要扶腦 年紀大了的時候 好像真的不太行 倒沒有 好 那我們第三題 秀這個問題 但犀利我要趁這個機會回答 因為真的很多酸民一直說 亞洲王是我自己自己取的 是 根本不是我自己取的 誰會那麼無聊 別人給你的稱號 你知道誰 亞洲王啊 會氣到破音的尷尬 沒有 自己說真的也尷尬 我是誰嗎 沒有 因為這那個年代 剛好比較少唱跳的人出現 是 然後剛好金舞門那個時候 剛好有搭到那條線 然後媒體很喜歡 那時候很喜歡給誰很多的 那個封號嘛 RMB 小天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天后 然後我剛好就拿到這個封號了 OK 而不是自己取的 好 我只是一個愛跳舞的男生 他比較像是 我不是亞洲王 先不要插嘴 讓我講 不要再說我自己取的 我自己取的只有叫小豬 我想要問一個 就是因為剛剛小豬有說 他的運動細胞很好 體力也不錯嘛 然後好像有一個身體某個部位 好像也是滿厲害的 就是腰力的部分 那想問一下 現在還有在練習一些腰力的 好 我也要借這個機會 那你有多少要澄清 對 你不是玩一個犀利問語答嗎 來 不是 那我要回答 你可以 可以坐著回答 我們齊爾公聽 對 首先這個舞蹈動作 很多人都會跳 Michael Jackson先生 他是側面的 我是正面的 為什麼會有那個網路上面瘋傳那個 還有幫我配音嘛 對不對 原因是因為那個時候呢 在金舞門本來就有一段 會有這樣一個表演 可是我的粉絲呢 就把我所有表演過的金舞門 剪成了一段很長的三十秒 然後就問我說 你能做到嗎 然後我就無聊 我就在飯店 然後看了那個網路 應該可以吧 我就 我可以耶 然後我一天就跟公司說 我想在演唱會挑戰三十秒 然後就沒想到 被很多惡搞的拿出來用 到現在 變成一個法律認證的一個 三個證的名稱 那我覺得我也滿開心的 因為畢竟這個舞蹈 很多人都會跳 但被我變成是我的專屬 謝謝 有 當時只是滿足粉絲 自己也挑戰一下 我想挑戰一下 對啊 我覺得滿好玩的 我想試試看 是這樣的 證明腰力真的不錯 是 是 還有建築 謝謝 確不代謝 煙爆